你有生命保险吗? 但保险公司是在你死后才履行合约的 而耶稣履行他的承诺是在你活着的时候 相信神的往后 每天都能收获来自他的帮助 我举目望山 哪里才有元首 我的元首来自耶和华 他将天地造就 你还应该知道 耶和华不会允许让你滑向深渊 他,你的保护人对你处处留心不知疲倦 邪恶面前他保护你 你的生命他守护着 你要前进或是后退 他都庇护你 从现在到将来 凡受到那最至高无上者的保护 得到那全知全能者的庇佑 都会对耶和华说 神,我的庇护和担保 我信你 就算死去的不计其数 就算失策的难以计数 而你会安然无恙 你曾亲眼所见 凡是蔑视神的 神会如何报应 因为你以至高者耶和华 做你的避难所 祸患不会临到你的身上 灾难不会临近你的住处 不论你在何处 神都请了他的天使保护你 他们会将你捧在手心 一颗石子都不会伤害你 耶和华和天使保护 所有接纳他 听从他的人 给他们带来安全 即便要穿过昏暗的深谷 我也不会害怕 因为你 耶和华 在我身边 你用你放牧的杖 保护着我 你在我的敌人面前 为我设宴 你如同主人 对待宾客一样的 欢迎我 丰盛的宴席 远远多于我能享用的 你的善和爱 会陪伴我一生 让我在你的屋下 永远居住 凡爱神的 能将所有的事情变好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所有 按照神的计划和旨意 选择新的生活的人 不要忘记 你们现在所经历的 这个试探 同样也是对所有人的 但神是忠实的 他不会叫这个试探 太过艰难 使你们难以承受 当你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 他同样也会指给你们 通过这个考验的方法 不要像往常一样 丢弃对主的信任 而是要常常想到 信任带来的巨大的收获 你们现在需要的是耐心 以便能够继续按照神的旨意做事 之后你们就会得到 祂已经向你们承诺的一切 因为将要来临的那位 很快要来了 绝不迟眼 通过他们的信仰 一人会活下去 而凡是背离我的 我都不会喜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